NBA自由转会市场的大电影即将要拉开帷幕 今下进入自由市场的巨星肯定非常多 有各大球队轰抢的詹姆斯 也有情署火箭的保罗 还有寻求总冠军的保罗乔治和考新斯等巨星 今天正式官宣NBA第一个跳出合同的巨星诞生 火箭湖人雷霆76人4对疯狂哄响 北京时间6月28日 NBA著名爆料大神记者汪官方报道 保罗乔治已经正式通知雷霆队 他将要跳出合同成为一名完全自由球员 这一个消息也意味着今下NBA第一位跳出合同的巨星诞生 保罗乔治 他想要在自由市场寻求自己能够争贯的下家球队 NBA的自由转会市场在美国时间7月1日正式开启 保罗乔治官宣第一个跳出合同 也正式拉开了今下自由市场大电影的序幕 毫无疑问 保罗乔治和詹姆斯一样 都是自由市场的大鱼 雷霆队当然渴望保罗乔治留下 而且愿意给定新大合同 但是火箭 湖人和76人等队都有资格抢人 据消息人士透露 保罗乔治有意愿和雷霆续约 也有意愿和湖人 火箭等球队对话 今下NBA联盟必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保罗乔治的选择也许会非常谨慎 不少球迷甚至认为 保罗乔治会等詹姆斯一同做决定 湖人惊吓希望越大 压力也越大 而火箭更想詹姆斯和保罗乔治二选一 你们认为保罗乔治会选择哪对作争 冠冠军